接近路上金山鐵站後車停看起來相當吸引 不過公車國道客運搬車多 上下班通勤族使用率高 經常大排長龍 後車的空間已經不服使用 上班是人有夠多 因為這裡是無論你或是我們新倫理的人都在這裡等公車 車班不是很接近 因為人口太多 比台北上班的人比較多 後車空間不足只要遇到下雨或者雨季讓通勤族很不方便 就用市議員林沛翔 鄭凱琳 邀吉的里長及公車處 研議將擁有的後車停延長空間 讓後車環境更舒適 原本的部分在延長5米5長度的那個後車停 然後大概下注3根 然後再做個背板 然後中間會保留一個人行進出的通道 然後民眾後車也比較方便 我們基金一路這一個鐵電的這一個後車停 公車處的後車停 因為我們早上後車的人口數非常的多 所以在這邊因為經理長的要求 希望我們能夠公車處能夠增長他的這個後車的一個等候空間 所以今天凱琳 佩翔還有余生發 秦珍四位議員 我們國民黨黨籍議員一起來匯開來協助處理 也希望能夠把這一個後車停拉長以外 讓我們的里民能夠有更好更舒適的一個後車空間 金山鐵站緊鄰五輪里和新輪里 公車停使用率高 需求大 安樂區四位議員一起合作 不要再讓民眾等公車 日曬雨淋 記者黃少鳴基隆報導